大家好 各位早晨 我是Modi 其實我是P&I的專業範疇 就是藝術保障 公司醫療和營養織金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今天會先主力講藝術保障 我個人簡介 這就是我那三隻貓 因為我努力工作其中的一件事 都是牠們的 其實我在06年的時候 已經入了這間公司 當時公司就叫做IG 安排人手 即是現在副衛保障 在這十年裏面 我本身就讀了一個財務策劃師的課程 是一個註冊的財務策劃師 在公司的話 我的職位就是財務策劃經理 註冊基金和職金顧問 在公司內部和一些業界供應的獎項 都拿了一點點虛名 那公司 副衛保障 其實公司聽過名字比較新 就是2013年在亞洲成立 其實前身就是IG 安排人手 其實在香港已經超過30年了 而去年我們公司在香港人手市場的保障佔有率 是首五名 還有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我一直以來都會在這間公司做呢 其實它的方針和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我也是希望可以以客為先 那以客為先這件事呢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一個全面的後服務 那其實有一個後服務熱線的 那就是9789.42 就是我的電話 除了這個東西呢 其實呢 公司呢 還有一個24小時的後服務熱線的 那這個24小時的後服務熱線呢 比起其他一般的公司就有些不同的 因為這個後服務熱線是真人接聽 就不會是那些電話錄音 也都不會說 哇 按到很久才可以去到有人聽 那還有有些朋友仔呢 可能會怕不喜歡講電話 尤其是現在 乖世代那些 那所以呢 我們公司都有個網上的真人對話的項目 就是就這樣在那個網頁呢 就打字都可以跟我們後服務熱線聯絡 那另外呢 就是後服務中心 那其實呢 我們公司的後服務中心有六個的 那其實一般的大部分的保険公司都是一至兩個 那其實這個 遍布廣告新教 其實這個都比較重要的 因為呢 其實現在很多內地的客戶都會來香港投保 那其實大部分的保険公司呢 他都需要去到那個校服務中心去進行這個認證 那但是我們公司呢 就是不需要來地校服去那個校服務中心排隊認證 因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就是一個流動的校服務員 因為我可以跟他填光進行一個認證 那就可以免除了這個不便 那好了 那講危疾保障啦 那其實為什麼需要危疾保障呢 那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現在那個疾病年輕化了 那就是這裡有個表啦 那可能比較小啊 那我有圈著這三個歲數的 那這個表呢 其實是醫生呢 可能以往呢 四十歲 現在已經要三十歲了 那有些大腸的檢查 或者有些是心臟的檢查 以往呢 五十歲可能等到現在四十幾歲就要開始做 那就是證明呢 那個疾病年輕化 就是要及早去檢查 看看會不會真的有問題出現 那這個呢 其中的危疾呢 其實最多賠償的話呢 就是癌症啦 那癌症的話呢 在這個全球的癌症報告啦 2014年的 那其實原來呢 當中新增的癌症呢 其實原來有一半都在亞洲出現啦 那其實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亞洲人的飲食比較 嗯 重口味啊 就是可能辣啊 或者這些比較多啦 那還有大部分呢 原來新增的癌症都是中國的 那而在香港的話呢 其實呢 乳癌啦 大腸癌啦 和心臟病呢 都會年輕化啦 其中原因呢 就是會議問題啊 工作壓力啊 不良的生活習慣等等 那好啦 那我在BLA裡面呢 其實那個範疇是 癌症保障公司醫療和品質金啦 那其實很多人都可能會混淆這個 這個癌症和醫療的 那所以我會再講一講呢 那個分別在哪啦 那其實醫療保障呢 最主要呢 就是實報實消的 要需要單據就是醫院裡面的費用啦 那如果假設那個客人呢 是買了兩份醫療保障的 那他呢 如果那次入院是三十萬 那其實呢 他最多兩邊加起來都是賠三十萬啦 那而 癌症保障呢 有些甚麼不同呢 就是 其實他就是呢 一筆過呢 現金賠償的 就是 如果在這個list裡面的 那樣 還有的話 那就是不需要那些治療單據啦 那那筆錢呢 是可以自由利用怎樣運用的 那呢 如果是 有幾份癌症保障的 那他就是加起來這樣賠償啦 那這裏有兩幅圖啦 那其實呢 就帶出了呢 就是為何需要癌症保障 就是 譬如 隔壁這幅圖 很多醫生圍著笑了 那就是做完手術成功 那之後呢 其實 後續的治療啊 又或者是優養呢 那其實他那個治療費用不需要擔心 因為他已經有危陸保障啦 因為那個錢呢 可以除了他到時是生活開支 或者有一些藥物的治療 那這個呢 做完手術都哭了 雖然手術成功啦 但是 可能他之後的生活費用呢 那段的優養期呢 是需要用來賣車啊 賣樓啊 支付這個生活費用啦 那其實我這裡有個小小的分享 就是 其實我有個朋友啦 那早幾年呢 那他就有個疾病 那那個疾病 就是有個癌症啦 那其實他那兩年呢 就是醫治的期間呢 其實真的 就是手停手停沒有工作的 那但是就是因為他買了一份的危疾保障 賠了一塊錢出來 那他在那段時間呢 就放鬆心情去旅行 還認識到他現在的老公 那所以其實呢 就是危疾保障呢 是可以令到他那個 心情好些 康復也都快些 那好了 這麼好的 危疾保障呢 為什麼內地人士會來香港買單呢 那其實看回一些數據啦 那這五年間呢 其實由內地人士來香港買保險呢 那個銀碼呢 已經去到三百億的了 那去年 那其中幾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香港那個保險制度比較完善啦 補費比較便宜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需要的引戰呢 就是 在危疾保障那方面呢 那就是內地的親戚或者客戶啦 那如果舊的危疾保單 或者保額不足的人啦 還有孤兒單的 那至於公司醫療 和僅職根部方面呢 就是希望公司的老闆HR 那僅職根部方面呢 就沒有人跟進的MPF 或者轉工的朋友的 好 多謝老闆 好